就是哈马斯当然也公布了在乙军 乙军也有些这个 也有些伤亡了 尤其是进到黎巴嫩之后 在乙军下方埋了大量的炸药 在这个角落 大概是有十名以色列士兵被炸死 那郑主党也发了新闻 说在黎巴嫩南部行动以来 以色列目前死伤加起来 五百多人将近六百 那还有一个就是以色列 又再次攻击了连离部队 联合国驻黎巴嫩的维和部队 那有坦克炮击 也击中了该营地好可怕 辽望塔被打断 还有这个摄像系统也被打坏 那这里有四百多位这个中国部队 这个中国的维和部队 所以央视特别做了一个报道 你看很特别 中国维和部队 一个一个拍视频报平安 稍后大家在影片中会看到 那我就还特别一点点进去看 那讲的都蛮感人的 有的跟这个跟太太讲话 就说你帮我照顾好 这个妈妈 那等我回去 我要帮妈妈过八十大寿 听了是蛮心酸的 但这一位呢 看起来大概是中年人 应该是这个领导级的吧 那也有些这个小兵 还有女兵等等 一个一个对着镜头 大概就讲三十秒的话 不外乎就是关心家里面的老德拉 小德拉家里面还好吗 每个人都心系着这个国家 心系着这个家庭 所以公布了这个影片 然后中国的这个驻 里巴嫩的维和部队 再次遭到了炮弹的一个波及 那有一个说还蛮惊人的 距离蛮近 还炸出了一朵迅撞云 那当然还好是没有直接波及 因为这个大家知道 这个中国的维和部队 下面有个坑道 我们之前有报道过 在第一次他们就训练 有素地躲到坑道里面 所以在这一次激发的时候 他央视就说 还好都已经躲到坑道 如果在户外的话 恐怕真的是死伤惨重 然后美国这个也出动了 B2轰炸机 轰炸了夜门胡塞武装的 五个地下武器设施 我先问一下亮哥 你怎么看待接下来以色列 因为马上要没选了 所以没选前 第一个好消息 辛瓦被打死了 然后呢 打伊朗也要在没选前 会如何 我先泼理一下冷水 最新的新闻 以色列表示 尽管击毙了哈马斯领导人辛瓦尔 对加沙的战争仍将继续 刚刚声明 跟李将军预期的一样 然后这个 我今天已经看到 纽约时报金融时报都说 辛瓦尔被杀 就提供一个转机啦 就10月7号你的报酬行动已经完成了 你再追杀那些 比如说他说北加沙有 他认为啦 这以色列讲的 他说北加沙大概 还有五百多个哈马斯 那他这样就要把这个二三十万人叫你要离开 还叫他饿死 不他说你如果不离开你就会饿死 他不会发补给给你 就是赶尽杀绝了 那你如果离开我会给你粮食 你就走吧 我跟你讲留在那边 因为这个地方本来有120万人嘛 那现在留下来就是最弱的人 他们基本上没有车啦 因为我有看到美国纽约时报登一些照片 他们没有车啦 那更不要讲什么妇孺啦 那个老人啦 所以而且以色列是直接下最后通牒 那拜登现在透过布林肯紧急 我不知道这个叫警告还是拜托啦 我想是拜托啦 所以你不要选前这样干 那意思就是选后 选后就无所谓了 就你不要这个时候干嘛 因为这个时候干 一定会有很多悲惨的镜头 一定会被拍到的啦 因为他们真的没有能力 而且你离开是要干嘛 我跟你讲啊 事实上已经越来越暴露出 以色列的真正的野心 它事实上就是一个领土扩张运动 根本就是第二次建国运动 北加沙它就要吃掉 然后那个屯肯者还有那个 事实上那个极右翼的那个Rabbit 穆斯啦都讲好了 他们要进来 他们就是要重建Gaza City 然后呢旁边再弄个缓冲区 比照约旦河西岸 在做种族隔离 ABC跨区统治 完全比照约旦河西岸 那我认为黎巴仁南部也是一样 它打进去之后 那他们要打到那条河嘛 离奶也要吃掉 利塔尼河 因为那个利塔尼河 占尼巴仁的水量30% 以色列缺水嘛 坦白讲也是水资源的斗争啊 而且利塔尼河在1948年独立战争的时候 以色列就有一些鷹派的领导人 认为那个地方才是自然疆界 跟俄罗斯鷹派完全一样 认为迪内伯河才是自然疆界 你看那逻辑都一样 老天给的 不就是他们认为就打到那里 那我们就自动以这里为界嘛 我跟你讲 俄罗斯我认为也有很多人这种想法 那在这里我觉得就是没有人能够挡以色列 而且他 他违反国际法不只是打维和部队 他还打到黎巴仁政府 人家又不是真主党 他连这个都打 所以我说他已经目无法计了 那我觉得尤其是打黎巴仁那一边 因为那边比较少新闻 我认为他就是要硬干 造成既定事实 那加萨这边 就是拜登拜托你11月5号之前不要动 那可是你看他这个 美国不是给他那个萨德飞弹吗 就表示他的铁穹 有问题 有问题 对 所以我跟你讲 这里面最大的变数其实是伊朗 对就是加萨是11月5号前不要打 但是伊朗会在选前打吗 我认为会 我认为B2轰炸机去炸叶门 美国为什么要用这种那么贵的轰炸机 它飞是要不少钱 飞是回来以后 它那个漆都要重新炸过 很贵的飞机 那去打个叶门胡塞 那为什么用B2你知道 它是打给伊朗看 这B2就是如果说是要打伊朗来讲的话 要B2才能打得到 因为B2是隐身轰炸机 然后它可以带着什么样的炸弹 叫GBU-28 是一万三千多公斤的砖地弹 它打你核设施 所以美国这个动作来讲的话 它轰炸业门大家信一下 它会打核吗 只有B2可以进入伊朗的核设施 可以进入伊朗 所以它是打给伊朗看 它在吓唬你 可是我跟你讲 下礼拜不是金砖吗 那伊朗还有阿拉伯半岛 重要的领导人都要去 对对对 我跟你讲这个叫做我不在 我利用我不在的时候打 因为这个在中东发生过好多次 而且我认为如果以色列先出手 那这一次恐怕距离摩萨德 就不是400公尺了 我认为它打得到 它只是故意打在 距离摩萨德400公尺的一个学校 所以我认为伊朗 那也不是打嘴炮 它说你如果真的在打我 你试试看 我就 我一定让你后悔 目前就是这样 那所以我下个礼拜我们不只要注意金砖会议 也要注意金砖会议期间 会不会发生飞弹乒乓球又开始 朋友都知道我是很挑剔的 防晒乳我选KES皇家呵护 抗光清爽高防晒凝露 因为它有媲美蓝光神盾的炸造之翠 保护我在阳光下延缓肌肤老化 维持青春弹力 可以防御工作环境里的3C商品 各种包园对肌肤的伤害 擦起来清爽不粘腻 我特别喜欢它做到海洋友善 365天天天抗光抗老化 是我的保养日常 你呢 呵护你呵护全家人 专属你的KS Royal Care 抗光清爽高防晒凝露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